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我姓吳 你可以叫我佳傑 這是我第幾年 第七年 第七年教三年級 然後在尤塔那個Due Merchant 我前面的三年在 Davis District 然後後面的這四年是在 Kenyans District 所以還是有換過一些學區 然後換過很多的教材 換過很多的不一樣風格的家長 遇到過不一樣的一些級別的學生 都就是還是走過很多彎路 然後最終還是就是 survive 所以你們也會的 所以今天呢我講一下我的課 一共有九十分鐘 然後呢我想花前面的十分鐘左右 先講一下我們就是在數學這一塊 我們有什麼struggle 我想聽一下 然後因為我們下午還會 還會有一些planning的時間 所以我想針對這個struggle 來planning一下 然後第二個呢我想等一下呢 會在整個 我會上一堂數學課 所以也就是說一個完整的數學課 從目標開始的一堂數學課 然後呢在上完這個數學課以後呢 我希望我們能夠分三個部分 那裡面你會有看到哪一些 有classroom management的東西 然後第二部分呢會是 teacher clarity 是 是什麼樣的 就是我在做這個 lesson 的時候 我的一步一步一步 是怎麼樣 guided practice 的 然後第三個就是我的 assessment 有哪一些 所以就是我們就是把這個課完結束了以後 我們再來總結一下 所以第一個我們有十分鐘的時間 我們先來討論一下 就大家都就是說出來講出來 struggle 都在哪裡 因為我剛才好像也聽到很多老師 都還是帶著一些問題 然後一些我無法解決的一些東西 那我們就專門花十分鐘的時間 來講一下這個東西 就是大家都說出來 你覺得你就是針對數學這一部分 頭痛的有哪一些地方 說出來吧 詞彙的問題 還有嗎 就是我上課都用的是我的中文的詞彙 但是它沒有辦法連接到英文 對吧 數學的應用體 是吧 好 應用體 好 應用體 他不懂英文 讀不懂英文 讀得懂中文嗎 中文我們會跟他講 就是我帶他讀他是可以的 自己讀是不行的 好 就是應用體讀題的 那個還是比較糾結對吧 還有嗎 還有嗎 還有孩子差異比較特別大 有的孩子在計算的時候特別快 有的孩子就 有些我還沒講 他答案都給我了 對吧 然後有的是根本不知道你在幹什麼 對 差異性 是吧 學生的差異性 就是夢遊的和那個數學家是都在一個教室 對 正確使用教具 這個我需要還要再大一塊白板嗎 還有嗎 數學概念的問題嗎 數學概念的問題嗎 對 我有在說那個 Fraction還是 那個什麼 Fraction還是 那個 Division的時候 分數 除法 等到這個實際上就停不動 不知道 就是連接 就是連接 OK 是可以的 可是真的 你拿到這些連接的東西以後 它們會不會連接起來 嗯 教具和那個概念 並沒有 結合 是吧 教具和概念的結合 OK 就是你在把那個Country東西拿走以後 它就沒有辦法連接 嗯 好 還有嗎 李老師 現在正在教兩部應用題的時候 微度 它們都是你可以感覺 在管的線路都可以做 可是一代自己給他們應用題去做的時候 亂七八糟 兩部應用題 就是還是在應用題 呃 自己做這一塊是吧 自己做這一塊還是基本上是比較刷狗的 還有嗎 好多 在一部班 學生還是他的注意力極其分散 他剛聽兩分鐘 整個人都不見了 就是看著你 但你整個思考都不見 夢遊的 就去LaLa Land 對 我都跟他們說你們去Disney Land了嗎 現在 我在這裡你們在哪裡 就是已經非不知道去哪了 就是學生的注意力問題 對吧 對 肯定 他沒有在聽你 他一定是聽不懂的 你如果在聽我 你聽不懂 沒有問題 我會再幫你 但是你連聽都沒有聽 那我是 這個是比較嚴重的問題 對我來說 不能單獨叫他起來回答問題 你不能點名 對 對 他會崩潰 對 完全正確 我每一年都遇到這種 對 還有嗎 還有 不好意思 苦啊 怎麼這麼苦 太痛苦 太痛苦 二年級 我覺得二年級的數學 跟三年級的數學 那個整個 銜接不好 是吧 對 三年級的跨度很大了 對 對 嗯 嗯 尤其在那個 我覺得 也沒有問題 今年特別的問題 尤其在城堡方面 城堡有些城堡兩個安全 城堡 對不對 比如說 一個桌 有四個桌 每個桌有三個糖果 然後他們 他們會把 那個方法的糖果 那如果尤其在兩個座座能夠擠的時候 他們會把 糖果加上桌子 哦 只要把數字拿出來 然後拿來加一加 拿來做懲罰就完了 對 可能三年級的數學 它只有一個 天使到一個項目而已 對 只有一個問題 對 三年級是兩步了 我覺得那個跨度太大了 嗯 就是前階上 好 這就是 還有嗎 三年級的數學 然後這個項目 剛剛好 我們去做做項目 我們去做題 然後就做在一個場 什麼都不做 什麼都不做 嗯 然後你就看到他這樣 你以為他在哪 轉一圈回來之後 他還是在這樣 嗯 然後你把數碼回來 傷害這一項目給他看 然後剛剛要做這要請 還是不做 嗯 轉一圈 態度 惡劣 他不是態度 就是感覺 這個 他是沒有辦法跟著你一起 對吧 對 這種情況在英文班 他也一樣 英文班會更嚴重 因為英文老師 比我們管得更少 中文老師是過不去的 像中文老師 再怎麼就是放手 不管 我們再怎麼不管 我覺得在英文班上 都是管得很嚴的 英文班上的 真的不管就是真的不管了 就是什麼 我看不見他 就是他永遠都是自己 在做自己的 這個是我相信 在中文老師方面 我們的classroom management 你要相信你真的是 在用心 在做 在管的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 都是這樣管出來的 所以你就是在你的骨子裡面的 所以就是有些東西 他真的不做 我是過不去的 我看到我就著急 我過不去 英文老師就 你隨便 你今天高興就做啊 不高興就不做了 沒關係 你還是很棒 就這樣 對 所以這種呢我覺得 文化的差異上的 所以就是相信自己 還是就是你有在care他的 我求你做 我求你做 你又怎麼樣 後來我做 又傷害到了你 但是你還是不做 對這種是個案 這個是學生的個案方面的 還有 本身他學生能力太差 就是他本身他的 他已經很差 不管在哪一顆 那為什麼還要放在我們 那個 我們一定會有這些問題的 為什麼要天天來折磨我 對 但是呢 這一個是我們控制不了的 因為他 他在不在這個項目裡面 是由他的父母決定的 我們只能提供數據 只能提供 只能闡述事實 不能夠建議任何的東西 比如說學生是不是 我覺得他是不是應該吃藥啊 這樣類的 任何的 這老師是不能提的 一個字都不能提 那這個只能是家 我可以反映 他在我的班上 他真的是 這一塊數學 他真的是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他聽不懂 他也不願意做 這個是事實 我可以告訴家長 但是由家長來決定的 有錯 可能問題是說 他們在進去DLI的科目 他們可不可以去測試一個 IQ test 不可以 這個當然我們是想的 但是他們是不可以的 就是這個 這個program是針對於任何 所有的學生的 對吧 其實這種情況 就是我們會給他講一些事實 就像你講的 比如說他上課的反應 他作業完成的情況 他的score 完了以後 加上還是會問你一句 你覺得他適不適合 待在這個沉浸式的班裡面 適不適合 不是我說的 我只能告訴你他很辛苦 我覺得很擔心 這個是你可以表示你的想法 你的感受 然後你可以告訴他 那學生 比如說前面的一個月 他每天來學校 他是開心的嗎 你覺得他回 你接他回家 他是高興的嗎 他每天想自願的來學校嗎 這些問題你是可以聊的 但是我不能夠說 你這個是不能問我的 這個我是不可以告訴你的 就是這個你要跟家長 表示清楚的 因為這一個責任 不是我的責任 我的責任是 他每天來到學校 坐在我的教室裡 我教了他東西 他有學到東西 這個是我的責任 至於他是不是應該在這個program裡面 我沒有任何的發言權 我只可以告訴你 他在我的課堂上面 針對於我每天 對他的接觸來說 我看到了什麼 那其他的任何的決定 是你的決定 因為他是你的孩子 所以這一個如果家長 他就是 有些家長他就是 一定要他就在這個program 那你怎麼樣 我沒有辦法 我也不會說什麼 而且你說了也沒有用 主要是 你一說任何的事情 馬上就反映到上面去了 對吧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去糾結這個問題 為什麼還要去想 他為什麼要在這個program 他明天就是要來 坐在我的教室 這個是毫無意義的我覺得 這個糾結是毫無意義的 你只能想我每天 好他明天走進教室 我怎麼樣去讓他 就坐下來 要我做 要他做 我要他做的事情 這個是我每天的糾結 但是我不會糾結 他為什麼還在這兒 因為這個是糾結也沒有用 因為他一年他一定會做在這兒的 所以呢 有一些問題是我覺得沒有 因為比較為難自己 有一些你不該你就是關心的一些 或者是拿過來的責任 不需要你來擔 好 所以這是我們的struggle 基本上我十分鐘差不多了 我會留在這裡 然後我們再回來講這個 好吧 好想我一個 苦啊 我們所有的孩子 你不可以說他錯了 然後就是你想再教他一點 他就崩潰了 崩潰了是吧 先崩潰完 崩潰完再回來 然後這個時間過去 你這樣再回來 然後就是 追出去 下課追出去 我就這樣的 來過來我們坐椅子上聊一下 他很上鏡 但是你不可以說他錯 沒有錯 來來我們這個你再看一下 再看一看 沒有錯 沒有錯 他在崩潰的時候不要跟他講話 不要再說 你崩潰有用嗎 你先哭完 你等他哭完 你他那個那個emotion 你要讓他先發洩出來 你在跟你男朋友吵架的時候 你什麼也聽不見 我就是想罵完 罵完就完 你讓我先罵完 所以你讓他那個宣洩先完了 完了以後 10分鐘也好 15分鐘也好 20分鐘也好 明天也好 我會回來再說的 就這個問題 我一定是不可以跨過去的 所以他就會知道 他哭的這一招 下一次是不會管用的 那就一直哭 哭一年 我都會來找你 我是跟他們講過的 就算你跑了 你跑到reset 或者是你launchreset走了 吴老師還是會找到你的 你每天都會看到我 你去哪 你要去哪 我們是一定會找到時間 我覺得他在坐下來說的 每天都反覆 上這種戲嘛 你知道嗎 對 我會了解你會很痛苦 我現在天天都有這個學生 每一天永遠都在我眼皮下面 我一進來第一件事情 就看到他 然後深呼吸 然後就是很多東西需要嘗試 就是也是屬於溝通的問題 小孩子他也是需要溝通的 你也不能天天跟他說 坐下 白板拿出來 開始鞋 等等等等 就這樣 他根本聽 就是時間久了 這個模式 你跟他溝通的模式固定下來之後 他永遠都聽不見 你在說什麼 就像我跟我兒子說 去拿你的外套 永遠都聽不見 穿鞋永遠都聽不見 說五遍都聽不見 外面去冷靜一下 來跟我一起去 打電話辦公室來請你來 打電話校長請你帶他出去 其他的學生要上課 不要坐在這裡耽誤其他的學生 這時候不是這個 不是你一個人的事情了 我已經試過了 請你去外面冷靜一下 或者是我放一個timer在這裡 五分鐘你好了嗎 沒有好 那我打電話 請你來幫我把他帶出去 我有校長和那個秘書 兩個人扛出去的 抬出去的 有 但是其他的學生要上課啊 別人要聽啊 你不要聽我 為什麼其他學生要等著你呢 那其他的學生也是我的學生啊 人家要聽的 我就上給別人要聽的 你這個一天 一哭二鬧三上吊的 去外面 然後那什麼時候 你決定你好了 或者是家長要打電話來 接回家去還是怎麼樣 你們自己去安排 我現在要上課了 我可能一天 我本來就是時間就不夠 然後我天天還在搞你這個東西 二十分鐘過去了 人家還要不要聽課了 所以有的時候 不是你一個人要做完的 我範圍內的我好了 你趕快來帶出去 對吧 這一個我們下午可能還有時間 單獨再聊一下 好吧 那然後呢我要 我要開始就開始上課了 大家準備好了嗎 好 那第一個呢 我們要先 就是這個是我在學生 就是我們什麼前面的一些什麼 self starter已經做完了以後呢 我就會秀他們這一個 這個這個是 smartboard的一個lesson 那第一個我會告訴他們的是 這是我們今天的 什麼的目標呢 中文的目標嗎 科學的目標嗎 這是什麼目標 數學的目標 你這樣子每天run幾次之後呢 他自己後面他就會說 一看他就 今天我們的數學目標 你放一個中文 他也是數學目標 所以這裡呢 我就會跟他們講 那因為有生詞在裡面 所以這是從有隱藥老師那裡 借過來用的 他喜歡用那個color code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 好好用啊 然後因為有的時候 你單詞在裡面 你就可以順帶一起教了嘛 然後呢我就會跟他們講說 哇紅色的好多啊 來紅色的你們念可不可以 那藍色的交給我來 可以嗎 那我們一起來試一下 紅色有你們來念哦 那藍色的吳老師來念哦 準備好了嗎 3 2 1 我和你用 哦 該我了嗎 我就有的時候就演一下嘛 哎 該我了嗎 然後有些人就會 他就會認到第一個字位 因為百位十位各位 就有這個位 有人就會說出來 我想哎 怎麼誰讀了我的 啊 位止己目 哦 跨齡的 哦 對不起 的 減法 啊 然後呢這裡他們就會覺得 哎這個 這兩個就是已經highlight出來了 這是兩個單詞 對不對 位止己目和跨齡的 這個是新的 新的概念 那位止己目我就會放在這裡了 我就會剛剛說 那 剛才吳老師說了 己目我們是學過的 三年級是一個單詞 在那個什麼爺爺在我的 我去爺爺家還是什麼東西 那個裡面集目是一個單詞 那什麼是位止己目 有些呢 二年級的老師有教 所以如果有教 那你開心死了 你開心死了 他們都知道 沒有教沒關係 重新再一次 那我就會跟他們講 哦 吳老師這個電腦上 這個白板上面呢 有位止己目的 那在哪裡呢 什麼是一個位止己目呢 就是說要他們去找一找 哦 有一些Q可以給他們 比如說 哦這個是位止己目嗎 哦 哦 這裡是位止己目嗎 哦 這個中文是位止己目嗎 然後你就請他和他的 你和你的旁邊的朋友 一起說一說 你想 我覺得 位止己目在哪裡 3 2 1 開始 好 3 2 1 收 哦 然後呢 我就會找一個小孩 就是 當然有一些 你會聽到有一些 是說對 他就會 那個藍色的 那個白白什麼的 然後你就會聽一下 然後就找一個對的 哈 你不要找一個錯的 找一個對的上去 來幫我畫一下 Smartboard 就這點好處 你可以讓他去拿個筆 然後一畫 然後他就會有 也會畫這裡 然後呢 或者是 我們就假設 我們就找對了 那位止己目在這裡 那位止己目 是一個什麼東西呢 它有什麼呢 這個藍色的是什麼呢 這個長的 這個大的正方形 這個是什麼意思 哦 這個是一個 哦 一個白 這裡有幾個白呢 哦 有四個白 所以這裡是什麼位 百位 哎呀 好聪明的 我就真希望我學生都這樣 然後呢 現在呢 百位的後面呢 是什麼 十位 因為這個是一二年級都有了 所以這個應該是很快 就輪過去了 然後第三個是 最後一個是什麼位呢 各位 哦各位 你看到兩個橙色的什麼東西 圓圈 圈 圈圈 是一個小小的正方形的 那這裡有幾個呢 兩個 兩個什麼 兩個 兩個 兩個位置己目 那是什麼 兩個十嗎 兩個百嗎 兩個一 就這一塊呢 你就基本上就可以複習到 哦 呃 各位的極目是什麼 十位的極目是什麼樣的 然後 呃 百位的極目是什麼樣的 就是 就是這一塊就整個輪過去了 啊 然後呢 這是位置極目 第二個概念呢 是 跨 零 哦 這個跨零是一個新的概念 哦 什麼是跨零呢 嗯 你找到這裡的零在哪裡了嗎 你找到零在哪裡了嗎 哪裡有零呢 這裡哎呀 有零嗎 有零嗎 在我的位置極目這裡有零嗎 你找到零了嗎 零在哪裡呢 哦 十位上面有個零 零是什麼意思 是有還是沒有呢 那這裡我有極目嗎 沒有極目 所以我的零代表的是 沒有沒有什麼 沒有沒有十對不對 這個是概念就是 place value的概念是一定要有的 因為他們每次都說 哦沒有沒有沒有什麼 然後他們也是每次都喜歡 哦這有這有兩個 兩個什麼 兩個把也是兩個 兩個一也是兩個 兩個十也是兩個 所以就是逼他們要說出來 這個place value的東西 然後這一個就是我的目標 然後呢 我沒有就開始做題了 然後我就會好 那現在請我們的各位小朋友 然後到前面來 地毯上來坐下來 地毯上坐下來 地毯上坐下來 請你們快快快 請你們地毯上坐下來 來 你要坐哪裡都可以 對不起麻煩老師動一下了 好 在做這個之前呢 我就會問他們 好今天呢 我的 吳老師呢 今天我有四個不一樣的小動物 所以呢 我會 我們今天要選兩個 因為呢 吳老師會給你們這樣很漂亮的卡片 所以我有小兔子的 我有大象的 我有熊貓的 還有小鳥的 我們要選兩個 你們要選什麼 黃色的 黃色的是什麼的 黃色的是什麼的 熊貓的 還要選一個 還要選一個 什麼顏色的 小鳥 粉紅色的 所以今天呢 我的小朋友有兩個名字 一個是 熊貓的 熊貓的 所以等一下吳老師會說 熊貓的小朋友在哪裡 你要給我看你的熊貓的卡片 對不對 然後呢 還有一個小朋友是什麼 小鳥的是粉紅色的卡片 小鳥的小朋友在哪裡 對不對 所以這一個的目的是 第一個是Pair Talk 是Assign的 就是我指定的 我在發卡片的時候 我是有釘的 誰是說的 誰是不說的 不能兩個都不說的放在一起 所以等一下Pair Talk的時候 我是一定是一個熊貓 跟一個小鳥說 所以這一個呢 而且好處是 第一個 他會 我就是我會把他的 跟他的朋友拆開了 然後也會 就是級別 那個差異性的 也會出來 一定是一個好一點的 帶一個差一點的 因為數學是一定會有的 差異嘛 那我是一定會好一點的 帶給 帶一個差一點的 不可能兩個叉的放在一起 等一下就做不出來 也不知道在說什麼 然後呢還有一個是 你要複習什麼都可以放在上面 第一年級的 他們就可能還在 還在形狀也好 小動物也好 這個怎麼說 中文怎麼說 你這個是複習的 可以用來複習的 我有的時候會用動物 有的時候會 我如果還在做那個圖形的時候 我就會 三角形 菱形 T形 這些都會放上去 就是今天是我 誰是T形的小朋友 誰是菱形的小朋友 是特別他們不記得的 你不要老是用他們記得的 是不記得的 就是稍微幫他們複習一下的 或者是你要用 今天我的單詞 我今天是晚上讀不了 晚上這個詞讀不了 晚上的小朋友在哪裡 或者是 哦 早上 早上的小朋友在哪裡 這個就看你自己了 這個很簡單 就是打出來就好了 所以呢 現在呢 我會發這個卡片 你就會看到 你讓他們坐過來的時候 自由坐的 對吧 一定是好朋友 跟好朋友坐在一起的 所以呢 我一定會 兩個好朋友 發一樣的卡片 所以等一下就拆開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 這個 老師要有心機呀 對呀 這個這個小小的這個意思 這個這個要在裡面的哈 好 所以現在呢 我就會說我的熊猫的小朋友在哪裡 3 2 1 啊 我的熊猫的小朋友 2 3 4 5 不要發一個多一個少 啊 我的小鸟的小朋友在哪裡 3 2 1 小鸟的小朋友多一個 沒關係吧 等一下就跟我配吧 好 所以這一個呢 是你或者可以把它 直接就黏在那個桌子上 因為後來我發現 有的就是 玩去了 對吧 我就直接粘在那個桌子上 不要拿下來了 就放在你的桌子那個上面 不要再動了 有些小就是老師的那個 名字是貼在那個桌子上的嘛 然後我旁邊就會貼一個那個 只不過貼在上面 手不要碰了 就放在上 我就知道了 對吧 然後呢 這個還可以換嘛 這是一個 然後第二個呢 我的配兒還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我在我的教室裡面用的 他們都有他們自己的學號 對吧 然後什麼1號 2號 3號 4號 我每天來了早上 第一件事情就是 先寫它的號碼 它的感覺是我亂寫的 啊 是1 反正就是按順序寫嘛 然後寫好了之後呢 我就開始了 嗯 我就 號碼我是要記得的 他們不記得 對吧 那我是知道的 1號和8號 3號 9號 4號 12號 就是每一天早上來 第一件事情都是 這個是assigned 兩個不一樣的 就是你今天可以用這個 明天可以用那個 因為你這個時間用久了 他們就疲勞了 然後我就會用這個 然後呢 他就會 他就會 今天他就會很care 他今天的那個朋友是誰 他就會喵 因為他不記得號碼嘛 所以他就會喵 然後呢 我給他感覺是 今天你的夥伴是這個 明天是不要一樣的 就是也是小心機在裡面了 有一些好的 比如他們倆好朋友的 我是永遠都不會把它放在一起的 我永遠都不會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他自己不覺得嘛 只是我就會想 這個32和那個25和17號 是永遠不可以放在一起的 所以這個就是你們 看你們怎麼樣 怎麼樣去操作這個事情 但是呢 我的學生是 他們很care這一個 每天一來就是很care 他這個數學的朋友 到底是跟誰分在一起了 然後這是兩個 兩個pair talk的 就是很快的那個strategy 然後呢 現在呢 我們要回到我們的lesson 我還沒有開始講 我只是講了我的目標 對不對 我只是講了我們今天的目標 是位置極目 要做位置極目和跨靈的減法 然後呢 我就會 然後我數到1 我3 2 1 就要請你去 熊貓的小朋友 去找一個小鳥的小朋友 坐在一起 好吧 自己開始找 3 2 1 然後去找 然後我就會給他們 這個位置的極目 這個是我自己做的 好了嗎 跟媽媽去唄 所以這一個呢 是我的位置的極目 我並沒有用那個 有些是就是塑料的那一種嘛 因為那個很大 我不好拿 所以我就做 就拿我自己做的那一個 然後呢 你就先要展示一下吧 等一下呢 你和你的朋友呢 會有一個口袋 口袋的裡面呢 有這個是什麼 各位是 這個是一個 一個一 對吧 所以呢你會有十個一 在你的口袋裡面 十個一在你的口袋裡 然後呢 這個是什麼 十 你會有十個十 在你的口袋裡 好 最後一個 你有 這個是百 你有十個一百 在你的口袋裡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跟他講 沒有開始要做什麼 這個都不要告訴他們 你先把東西發給他 一步一步的來 因為你現在如果說 等一下我要做減法 發下去 好的就已經開始做了 插的就開始玩了 所以根本不要告訴他們 要做什麼 然後呢就給你 我要告訴他們的就是 拿到你的口袋裡以後 跟你的朋友去數一數 你有沒有十個十 有沒有十個一 有沒有十個百 讓他去玩了 給他一分鐘的時間去玩 然後呢我就會告訴他們 如果你沒有 少了一個一定要告訴我 所以他們就會去很認真的去數 對吧 你就是數的就去玩 先去玩 然後呢我就會給他們 這個是你們的 請你們去數一數 趕快數一數 有沒有十個十 十個百和十個一 如果沒有的請你舉手 告訴吳老師 我會給你 快快數一數 你們都數得好安靜喔 我的班整個就炸了 跟你的朋友一起數哈 你可以放在地毯上面數 然後這個時候就比較吵了 對不對 我不會再喊了 每天三二一我喊一百遍 所以我就就搞一些這些東西 然後或者是那個什麼拍的那個 那個鼓啊什麼的 就是拍一下 或者是我就是直接就給一個學生來 快 然後你們要拍手跟他節奏一樣才行 再一次 好 所以這樣呢我的tension就回來了 我不用在那裡 我不要吼了 我每天吼得很累 所以我就一般都用這種 然後就很快的就收回來 然後他們 我一般拿這個 我就是這樣走的 我就這樣走 然後你就會看到很多學生很想玩嗎 然後我就會去找那個第一個做好的 然後我就給他 然後他就開始 然後呢第一次可能是不大聽得到 所以一般要兩次差不多 我就全部都停下了 我才收回來 然後我就謝謝他 我收回來 然後下一次再換另外一個 他們就會知道你在run什麼 你這個東西在幹什麼拿出來 然後呢 好 現在我有十個十 十個一和十個百的小朋友 請你覺得 數好了嗎 數好 全部都數好了對不對 好那現在呢 吳老師要請你看一看 今天我們的跨靈的減法 好 第一個我們要做的是 402 減 什麼 136 那你要跟你的朋友一起來做一做 402減136 你是不是要把你的各位和各位放在一起 十位和十位放在一起 百位和百位放在一起 沒有的 我跟你講沒有 用這個做很難的 用這個做筆在白板上做難 我的好的都會亂掉 你等一下做完你就知道 來來做好了 如果你想你和你的朋友好了 請你舉手 我不會告訴他們答案的 可以開始了 謝謝你 他們有問我 他們有問老師可以開始了嗎 來 402減136 用你的位置幾目來減一減 你這個時候就會看到一團亂了 亂七八糟 沒有關係 因為我還沒有開始講 這是第一次嘛 對不對 你看你看 所以在教這個的時候 你自己會看到 你沒有做過一次 你是做不出來的 很難的 對吧 你這個換不過來 有好的嗎 等於什麼 有好的嗎 你看我們的老師 都還是需要花一些時間來做的吧 請你如果你知道等於什麼了 因為他們最喜歡說 就是等於什麼等於什麼 你做好了等於什麼 請你讀給我 對啊 需要多的極目 需要什麼多的極目 我們拿一個十變成十的 那現在就用這個十就好了 那請你想一想啊 我要他們 這一個的目的 就是要他們struggle 你知道嗎 就是要他們去想 這個怎麼減啊 這個不夠啊 我要的效果就是這樣 我沒有看 他是不是真的做得出來 我要看的是 他他知不知道怎麼想辦法 而且他會發現 怎麼哪裡不對呢 怎麼做不出來呢 有嗎 還是沒有嗎 好了嗎 好 有嗎 唉我做出來 有嗎 哦這裡有好的 那你等於什麼 我等於266 哦 266 还有吗 你这做不出来了 对 就是我要他们 就是要他们去 就是去想这个是怎么回事 这个怎么做不出来呢 因为很多 有些学生他就会觉得 哦 我数学好厉害 那你给我做出来 都还在想 都还在想 好了吗 然后这一个部分 我的那个呢 来 来 再一次 有人再说话 好 谢谢你 这里我就留在这里了 我不再往下说了 我就不再往下说了 就他们struggle一下就好了 然后因为有些小孩 他就是觉得哪里啊 我刚才到底卡在哪里了 我就是要让他卡在那里 所以我在讲的时候 他才会听他刚才到底哪里没对啊 所以这一块呢 让他们自己去先discover一下是好的 不要老是觉得 哎呀 这个全部做错了 全部都错了 哎呀 我的天哪 就是要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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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要你错 因为你都不知道啊 我没有讲过啊 你怎么会对啊 对不对 好 现在请你帮我再数一数 十个十 十个一 十个百 请你放在口袋里 好了吗 快快快 哦 这又来了是不是 我看装好的在哪 装好的 装好的 很快的 再一次 还没有好 还要一次 再还没有好 所以就是要他们快一点 不要我天天再喊 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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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十遍收起来都还是没有好 所以我不要再喊了 对 然后就是快快啊 快一点 然后呢我就会 我就会回到刚才的题目了 我就会回到刚才的题目 刚才我的问题就留在那里了 好了吗 这个是我们今天 哦 不知道不知道 没有问题啊 因为吴老师都还没有教过你 所以你肯定不知道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学好了之后呢 吴老师想你就应该知道了 所以这一个 第一个我就需要读题了 我又回到应用题了 读不清楚题的 我就回到应用题了 这里面的中文 全部都是他们知道的 礼物学过的 什么什么快钱 那一刻买车那一刻 Mandering Matrix是有的 所以我都是放在里面的 那第一个就像刚才姚元明说的 我就去找那个没听的 或者是就是在玩那个集目的啊 什么的 来哦 你看他好棒啊 然后名字放在第一个 呃 这个老师是 你什么姓 王老师是吧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我的那个 哦 我就会说哈 我的手准备好了 你的手准备好了吗 哦 你的嘴巴准备好了吗 对不起 准备三二一 王老师有402块钱 句号我是叫他们要停一下的 好 他有多少钱呢 王老师有多少钱 哇 你怎么有这么多钱啊 我的天哪 好 然后呢 后面第二个 哦 这里我还需要一个朋友的名字 我看谁好棒的 哦 这里 你叫什么 给我姓 鲁 是吗 鲁 鲁老师 啊 鲁 小鲁老师 好了 哦 这里 小鲁老师的名字 我放在这里了 准备了吗 我的手准备好了 你的嘴巴准备好了吗 三 二 一 明天是好朋友 小鲁老师的生日 哦 停下来 好 所以是他的小鲁老师生日 所以王老师是他的好朋友 对不对 然后呢 谁要去 王老师要 去买一个生日礼物 请 王老师要去做什么 买一个生日礼物 为什么要去买一个礼物 因为小鲁老师 哎呀 邵老师真的是太棒了 来 哦 给一块钱还是什么的 好 然后后面 三 二 一 这 一百三十六块钱 他买了一个什么礼物呢 这个礼物多少钱呢 一百三十六块钱的礼物 哇 好贵的礼物啊 好 问题 我就为这里提醒一下 问题 好了吗 三 二 一 王老师还剩几块钱 还剩我是会画出来的 这个应用题的单词 还剩出来了 所以我没有说很多很多的单词在里面 但是还剩是一定要做出来的 就是一定要帮他们圈出来 什么是还剩 还剩就是再帮他们再让一次 王老师多少钱 要买给那个小鲁老师的礼物多少钱 然后问题是王老师还有多少钱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要帮他们稍微理一下 那还有多少钱要用什么方法来做呢 用加法还是减法呢 哦 用减法来做 什么减什么 大减小的 对 这一点是我要提出来 是因为年龄小 减法它就随便就开始了 136减402 你就要帮他们强调一下 什么减什么 小减大还是大减小 大减小 大减小 对吧 好 然后这里呢 我就会开始 我就会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了 刚才你们用节目了 然后呢我就会说 哦 这里你看 各位 各位等一下呢 我要减什么 后面这个是我跟学生做的 这个是我这个星期才做的 所以这里呢 你看 二可 我的402是写在这里的 对不对 然后减136 好 那这里的 刚才我们说了 你的各位 各位有几个1 两个1 然后这里我要减几啊 减6可以拿走6个1吗 你要跟他说的是 我是在减是要拿走 你的动作要出来吗 对不对 我要拿走6个1 他可以拿吗 我只有两个1 我怎么拿6个1呢 那我要去 我要去找十位 对不对 找十位 刚才我的十位这里是没有的 对不对 这个是我已经做好了 十位上面没有 所以我要去 所以你的手要出来了吗 跨铃是什么东西 我又回到我的目标了 我的跨铃 什么叫跨铃呢 是我的各位 不能减 要去借十的时候 没有十 我要跨去 百位 拿一个百 你看少侠说得真好 然后呢 这里拿一个百 好 现在就开始了 一个百给谁 十位 给十位 现在给几个十呢 一个百要变成几个十 十个十 这一个是你 你要先 你前面的铺垫是有的 就是他们的 一个百等于十个十 一个十等于十个一 这个东西是要铺垫好的 不然这一刻是上不了的 然后呢 你要刚才 一个百拿来变成十个 十个十 所以我的零变成了 十个十对吧 好 现在我有十个十了 可以减吗 二可以减六吗 还是不可以减呢 那现在我要做什么 然后我要去 十个十 这里要去借一个 借一个十过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我要画出来的 这一点呢 你现在先让一次给他们看 因为肯定是有人知道了 有人不知道的 这个是一定的 你第一遍的时候 cover都是好的学生 就是减害的 能够想得明白的 所以他去拿一个十 这里就变成了 十六个 嗯 这里变成了 十二个 十二个一 你要写给他呀 二变成了十二呀 写这个的原因是 你最后要回到的是这儿 对吧 因为你这里不写 他这里是不知道为什么的 你这儿不写 零先变成十 因为是百变成了十 你这个东西不写给他看 右边这里 他是不知道怎么做的 所以我的目的是 这里他要看得清楚 我是怎么在位置 积木里面run的 然后我才可以回到 就是到最后面 你们要测试的时候 我才要看到他这里 他的零有没有变成十 十有没有变成九 但是我在教的时候 我不是说 零变成十 然后十再变成九 记得 我不是这样的 这个是要我说的 是为什么 这一块是不能够省略掉的 因为你省略掉 你就发现 如果有这样的数学 如果他们看到这样的数学 这个零它还是变成十的 你不讲这一块 你不讲那个为什么 他一看到零 他就变成十 然后再变成九 这个就是错的 所以你为什么前面要铺垫 就是一定要回到 为什么这个零要先变成十 然后第二步 十为什么变成九 这个是一定要run一次 不然的话 他以后看到这个题 他是做错的 他本来是可以做的 然后他就回到那一个去了 就脚昏掉了 这个是我做的 这是第一个 问题 对这个是你的语言 我的学生他是 对我的学生是 他是说 他是拿一个识 我说那如果你要说 拿一个识也可以 他们知道帮忙是什么 然后对 各位说的部分 我发现每个小孩子 我觉得英文老师 他们也是这样教 用十二去减六 后来我用我的方法教 他们觉得我的方法比较好 我是跟他们讲说 六的好朋友是四 一的好朋友是九 三的好朋友是七 用好朋友的方法 然后我跟他们讲说 因为通常你的二字上面 我会跟他们讲用十 你用十去减六 六的好朋友是什么 四再加回了二 六 这一个呢 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如果你前面已经铺垫好了 这一块就 他们怎么做都可以 如果万一是十五 七减六呢 好 这一个问题呢 我想打断一下 对不起 是因为我现在要教的 concept是跨零的减法 是借位跨零 我并没有在struggle 这个减法 他做不做得了 对 我没有在纠结 他的各位十二 会不会减六 我是这个 这一节课的重点 不在这里 这一课的重点 我是要他可以解释 我没有十位 可以借位的时候 我要去摆位 拿一个摆来借位 怎么去做这个 这是我的目标 我的目标 没有在run这个减法 你做的对还是不对 对不起 李老师 所以这一块呢 就是至于你是 你的语言是怎么样的 然后你的技巧是 减法的技巧是怎么样的 那你就继续按照 你之前的教法 继续走 对 对对对 就是这一块呢 你的学生吃哪一套 你就给哪一套 但是这一块呢 是一个新的概念 借位是一个 很难的一个概念 所以在三年级 这一块是 他们永远都纠结的 是看到灵 就不知道做什么 所以这一节课呢 我是就是 就是一定要 他们解释给我 这个灵 为什么先变成十 然后十 为什么变成九 这一块是 他要给我的 这是我做的 然后呢 我就会去回到 然后现在 我就会变成 你和我 一起来做了 好 那提我们就快一点的 读一下了 准备好了吗 三二一 吴老师 五百零一支铅笔 他送给少侠 好不好 送给少侠 三百二十三支铅笔 吴老师有几支铅笔 我好喜欢少侠 我送给他 三百二十三支铅笔 三百二十三支铅笔 问题 吴老师 还剩几支铅笔 好 这就是我的第二道题了 因为刚才那道题 是我 我做的 然后这一道题呢 你看 那又要又来了 用什么方法来做 吴老师 还有几支铅笔 减法 什么减什么 大减小 大减小 谢谢您 所以这里 我的那个减法 是会写出来了 这个是做完的 然后呢 我当然还 我只是把减法放在这 然后呢 我就会说 好 那现在呢 你和你的熊猫的朋友 小鸟的朋友 把你的集目拿出来 再请你做一次 五百零一 减 三百二十三 请你用集目 做一次 来 又来 又去减 那就是请你用 就还是用那个十 来代表十个一就好了 十代表十个一 对 就直接放过去了 好了吗 五百零一减 三百二十三 好 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稍微的看一下 有哪一些是已经可以 有概念了 不要忘记减哦 你去拿一个十 拿一个百 然后还要做减法的哦 不要忘了 哇 这里已经好了吗 哦 那等于什么呢 你做出来的 一百七十八 你的一是够的呀 你的一是够 你可以放八个在这儿啊 好了吗 这里做好了吗 等于 等于 再放回去吧 你要读给我 你要读给我 你等于什么 一百 一百七十九 哦 再想一想 再想一想 你的个位 对了吗 再想一想 各位上面 对不对 对不起 对不起 那我们 没关系 然后再想一想 跟你的朋友 在一起做一做 还有吗 还有好的吗 现在本来有一个 然后要加减法 减法要做下来啊 有 一百七十 五百十 十一个 五百要过去 十三个 所以你的十 你拿过的十一 要放在这里 对 我们有拿走了 没有 就是说这个十 这个十 你要放过来 对 所以他可以看到 哦 刚才那个一 为什么变成十一 然后再这样来减 哦 因为如果你要是拿十个 那个十 这个会乱掉啊 五百七十 对 好了吗 五百七十 对不起 还有吗 这个是十一 没有十一 一个是吧 对 你等会再挑战一下 还在讨论是吧 哦 这个是十一 不还要这样 哦 现在我们要做吗 我们这个这个 那个step 你这样来吧 没有没有没有 打 没有 我没有说开始 所以不可以做 哦 还要做 这个时候我是直接就放在他的桌子上 还没有开始做 对 对 每人一个 嗯哼 这一个通常都是我让组长去做的 我不会做这个事情 对 我的小组长去发了 我不会做这个事情 好 现在请你把你的节目放在你的口袋里 快快 好了吗 放在口袋里了吗 同老师 对 我的熊猫小朋友把 新闻都拿回 一起放啊 一起放呢 不可以自己做 你要跟你朋友一起做 那个你的熊猫和你的小鸟 要放在桌子上的 熊猫和小鸟 不可以收在口袋里了 好了吗 放在一边 或者你让他们放在抽屉里 就不要再玩了 好 刚才我有看到有小朋友呢 有自己可以用位置节目来做了 那不知道的小朋友 我们现在可以画一画 我们用画画的方法一起来 那我们看到你的你的小白板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的小白板准备好了 你的小白板准备好了吗 好 所以这里我就带他们一起做了 那刚才我们的减法是什么呢 减法是什么呢 500 01减323 请你写在你的减法这里 白板 对 请你写在你的减法 哦 那个李老师要看一看 写在哪里 要写在哪里 这个老师要写在哪里 来写在先写在下面 请你写和我一样的 请你写和我一样 请你用术式的方法跟我一样 对这个是一定会乱 第一次一定会乱的 但是我会告诉他们 我写什么 你写什么 我写什么 你写什么 我这里写了吗 我这里写了吗 所以请你擦掉 这个是你一定要 你的procedure要出来的 我没有写 你不可以写 好了吗 请你擦掉 对 对 谢谢你 好 那个马克笔给我 谢谢你 没有 就是说你可以了 对 就是说 等一下我会给你 先给吴老师了 好 现在我们要用 画位置 几目的方法 来做这个减法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谢谢你 好 这里第一个 我们要画的是什么 五百 零 一 所以我要画的是 五百 五 五是五个 五个百 零是什么意思 是有还是没有 没有 是 各位呢 是 一个一 所以帮助他们 把这个先写下来 然后他画的时候 他才不会画错了 所以这里呢 我要画几个百 五个 好 那可以开始画了 一二三 四 五 你的百好了吗 好了 我再等一等 十位有吗 没有 各位 各位画几个 我的一是画的点 因为有的时候 他画这个 跟画的百是一样的 你画它大的大 小的小 所以我都是画成不一样的 十位我是这样画的 所以这样呢 它就可以区别 它不是每一个都是正方形 你画完了 你发现它永远都是正方形 全部都是正方形 好 所以现在呢 我们要减 减什么呢 减三百 二 二 三 减三百 三个百 两个十和 三个 三个一 好棒了 好 现在跟我一起来啊 跟我一起坐 好 各位 什么减什么 可以减吗 为什么不可以减 这个要告诉他们的 因为一是 小三是 可以减吗 不可以 我要去 十位 你不要一来就去百位 那有一次昏掉了 我要去 十位 拿一个十 这里有十吗 没有 没有怎么办呢 所以我要去 跨零 跨到百位 然后我要怎么样 我要去拿一个 百 这里有几个百 刚才有 五个百 拿走一个百 是几个百 这个要带他们写出来的 不然这个是做不了的 你在这边做出来 这边就做得了了 所以这边是要带他们一起做的 你不要光在那画 这个数字是看不到了 所以带他们写一下 好 这里的百 要拿去怎么样 这个要他们说了 变成 十个十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个十 我好了 你好了吗 好 各位可以减了吗 谢谢 太爱你了 这个零要变成什么 谢谢你 你看还是容易忘对吧 这是稍微慢一点 我这里有点着急了 好 这里十 各位可以减了吗 可以减了吗 还是不可以减对不对 那我要做什么呢 我现在可以去借一个十了吗 我可以去找十位帮忙 然后我要怎么样 拿借一个十来 这一个十拿去 变成 十个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那现在我的十个十变成了什么 拿走了一个十啊 这个没有了 对不对 还有几个十呢 还有九个十 那我的一变成了什么 一变成了十一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可以做减法了吗 十一要减掉几个 写在这里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有些做完了这儿就没了 就没有减法了 所以呢 现在我们要减掉几个 减掉三个一对吧 一个 两个 三个 还有几个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个 各位做好了吗 好了 那我们现在做十位 十位现在几个十 减几个十 这里呢还是要带他们说一下 九是九个十 减两个十 减掉两个十 还有几个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 七个 七 七个十 这个是要让他们说出来的 我再等一下吧 好像有点快是吧 那现在可以做百位了吗 可以 百位几个百 减掉几个百 四个百减掉三个百 所以现在我要减掉的是 一个百 两个百 三个百 还有几个百 还有一个百 这里做好了 这里才可以做 因为他现在知道了 零要先变成十个十 因为拿了一个百 然后变成九个十 所以这里呢 我就会跟他讲 可以自己写了 把右边请你自己做出来 自己做出来 快 快快 马克比肯快 不会的 这里不会的 就是肯定不会百分之百都会的 这个是一定的 但是你会看到他们的错误 我要的是我要看到他哪里错 好了吗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会看 右边哈 有的是做不出来的 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右边的答案 和他左边的答案是不一样的 有多小孩他都不看的 这个做出来 这里就变成十了 然后我会稍微的讲一下 我等他做完 我还是先等他做完 好了吗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快快的 第一个 各位 一可不可以减三 不可以 可以去拿一个十 有吗 没有 没有 我要去跨铃捡 做一个 拿一个 拿一个什么 拿一个百 五个百变成 五个百变成 四个百 给十位 十没有变成了 十个十 现在我还是不可以减 所以我要去拿一个 还要去拿一个十 右边的各位变成 你要 你要refer back回来这一个 他才可以写这边 所以现在看看你的 对了吗 减法我不care了 因为这里已经做完了 所以这个等于什么 我不care了 我告诉他们就好了 但是我要的是这里 好了吗 做好了吗 做好了现在 熊猫的小朋友 请你告诉小鸟的小朋友 这里我们是怎么做的 好了吗 开始 对 从各位开始说 到几点 这个爱说话的来 熊猫的小朋友说的很棒的 小鸟的小朋友请你举手 你的朋友说的很棒的 肯定就会有那个 他没说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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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说下课到我这里来说 好吧 好 然后呢 在这里 我的小朋友 有些就你就看他全擦掉了 我就想 哦 对不起 怎么擦掉了呢 我还没有看 我还没有给你一百分 我还没有给你加分 请你再写一次 所以呢 我的学生 他都写完了 永远都不会擦掉的 因为我没有看 我会就说 请你三二一 请你给我看你的白板 三二一 虽然我已经 就是在刚才 你们在说的时候 我就要走一次了 我就要看一下 那个改过来了没有 就是他刚才错的地方 他改过来了没有 所以呢 基本上我已经看过了 这个只是一个仪式 就是我要他就是确定了 他说过了 他跟他的朋友说了 他没有擦掉 好 然后呢 就请你加五分 还是什么 请你一块钱 什么什么的 然后这些奖励就给他 现在可以擦掉 嗯 对 嗯 对 对 对 也可以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你可能就直接就放在你白板里面 他就不要每一天都去画那个frame 画很久 我的不是这种东西 我的就是一个小白板 或者这些小贪毛 乱七八糟的 对 用这个的原因也就是因为那个笔记太丑了 我也看不见 所以我才用的这一个 就是看你 你怎么操作怎么方便 对这个比较好 对 他就比较直观 比如说到七五个 因为有一个他也是skate account 就是跳数 对 你看 你不要数五了 我们直接就是 剩下两个吗 我当时做的时候呢 就是跟大家去做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就每一班的人 就每一个go数每一个小朋友的 然后我们就这样数 刚开始我们来数 一一二三四五 我说二手看 剩下几个 对第二排有几个 就是现在五 五加二 对 五直接就七 后面的孩子就很快 包括这二五八 也不会画错 对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一定 就反正是我的方法 就是一定是百位就是square 然后十位就是extend 然后我们的各位就是个道 对对对 我也是后来发现呢 就是如果是全部都画那个长方形正方形 你已经看不见了 完全看不见 所以我都是就是区分了一下 但是就是你要确定你的学生是知道的 画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你不能说 哦 直接一来 哦 这个就是实 你就觉得他知道 在之前铺垫是要做好的 好了吧 没有讲没关系 就是你还是得再复习一次 这个没关系 这个这个 也许每个老师他画法不一样 但是你就跟他讲说 我们就是这样画的 好 然后刚才这个是我们 还是就我带他一起画的 我画一个他画一个 我画一个他画一个是吧 手把手交的 对吧 然后第二个题呢 我们因为时间有限了 我就不再读了 然后呢 又是一样的 还是基本上是一样格式的题目 但是呢 这些名字我都会换 就是说你 因为他每次都是 哎呀 哦 这一次该我了吗 该我了吗 该我的名字了吗 反正就永远就是 就是他在期待这一块 所以这一个呢 就是不要他老觉得 啊 好 我又写一道减法 好 又开始做 又写一道减法 又开始做 所以就是稍微给他们 一点点的期待 然后这一块呢 就是也没有很长的应用体 所以这一块呢 我在做的时候呢 然后节目呢 这已经是第三次在用节目了 对吧 刚才第一次是整个一个乱套嘛 第二次是 呃 那个跟朋友 大概刚才那一道题已经做了 然后第三题 我就是还是跟你的朋友 就是你慢慢的会发现他们的拿一个摆变成十个十 拿了一个十变成十个一这样的节奏会好一点了 就你不要一次希望他们就 我刚才讲了一次 现在马上就可以做了 一点一点来 你会看到部分的人可以做了 然后呢 再多一点的人可以做了 然后我们再 就说你要一点一点的放给他 对吧 所以这一块呢 就还是学生跟那个朋友一起的 然后继续在 呃 然后说的时候呢 就会换partner来说了 因为刚才是熊猫说了嘛 现在就会变成小鸟来说 然后就是说你说的这个呃 变换是要保证每一个人都有说到 对吧 嗯 就比如说吧 是5001-323 然后5001 你怎么画出来了 square还有state 还有各个 323是没有画的 因为为什么不画 是因为加法和减法是有区别的 加法是我把500 如果是501加323 加法画出来 加法画出来 减法是没有画出来的 而且你发现他在做集目的时候 我第一次拿下去之后 全部都是501 然后再放一个323 我说你是在加还是在减呢 对 所以这一块呢 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加法的做法 和减法的做法是要分开来的 所以为什么我没有这里画323 是因为我不是把百加百 十加十 一加一的 我是要拿走的 对 这个动作是要有的 减法是要拿走这个集目的 所以呢 这一块我也并没有把它画出来 不然就昏掉了 完全是昏的 加跟减是分不出来的 所以第三 这是第三次在用集目了 你就会大概的观察到 他到底有百分之多少可以做的 然后不能做的 就需要去跟他们单独说了 就是其他的人 大概这个已经好了 那有些好的呢 让他稍微玩一下那个集目 没关系的 我就去主要是看那个借位 借不出来的那个组 那个那个pair 我就要去帮一下了 就这一块就是需要去解释一下 多去解释一下 前面呢 他们做不了 没关系的 但是这是第三次用了 我就要开始着重的 去看哪一个pair做不了 然后就单独去帮他们一下 解释一下什么的 好的就是自己要 你要explore一下 要玩一下 没关系的 就几分钟的时间 这是第二个 就还是朋友 然后我再很快的 带他们做一下 然后这一块呢 这个减法 我就不再带他们做了 第三次 这个减法 我不再带做了 我就空在这里了 请你把这个做完 你自己去做这个了 然后呢 做好的举手 我来看了 这个就是单独的 我一个一个要看 看他的这个 这个概念 有没有transfer过来 这是我第三道题的目的 对 我的目的在这里了 就是这一块 你要留给他做了 对 我的节目是带他们做的 还是带他们做 这一块 你不能交一次就好了 这个还要带他们做 但是这一个 我要请你回到你的节目图上 把这个做出来 就是要强迫他们 去看他刚才做了什么 转化到这个数字上面来 因为有些刚才我们 有那个老师说 这个转化不过来呀 节目的知道怎么画 但是转化不过来 这个题呀 所以这一个第三道题 我是要看的这一个 但我从这个经验来说呢 这一步好很多了 因为这里如果你带他做出来了 这个是可以的 照搬而已 对吧 然后呢 第四次 这个是带他们做了 第四次这个是 就全部放给他们做 当然前面你要把这个 先离给他们 这个什么什么题 然后呢 你们先用节目做一下 第四次用节目了 第四次用节目了 现在也是用不了的 要单独弄出来了 这个就是different shape 就出来了嘛 单独弄出来交了 然后呢 你这个剪不出来的 我来做了 我来帮你了 然后朋友的什么 可以的 就先你要先让他 跟朋友一起做 当然有的时候呢 抄一下呀 什么的 没关系的 就是在pair的时候 我要的就是 你要朋友帮一下嘛 我不可能帮全部的每一个 就是你那个好的 那个能带他插的带一下 能带得出来的 就还算不错的 连带都带不出来的 那就到我这来 我单独 你的白板 我单独跟你画 因为他们这个是要 要画出来的 就是把这个东西要给我 然后减法要给我 和朋友去做 对吧 这个就是放给他们去做了 我去年 不是去年 前面三年 就是教那个 envision 2.0 就是 五六个strategy在里面 教全部昏掉了 本来可以做的 借位 本来这个是可以做 然后他有什么 一会儿又 这个要减一 这个要减一 然后再来减 mental math 我觉得 我不会花太多的时间 放在上面 我的概念是 你要能解释借位 你的借位解释不了 其他什么mental math 都没有用 都没有用 然后这个 我前面就交纵了 然后我放一个回来 从中教这个 就回来查 对 对 对 我觉得foundation是这一个 你这个都做不了 没有strategy 你连这个visual的 都加到一块 你什么strategy 你在说什么你 对 你在说什么 你一会儿加 一会儿减 你这整个一个昏掉 我连家长都来问我 你是在做什么 你们在 这个在做什么 为什么这个又要加 一会儿又要减 它是什么什么 501这里要减 减一个 减一个 然后这里减一个 然后变成500 然后再怎么怎么样的 对 他这样 我说你这样还不是借位吗 还是借位 你在搞什么你 所以我觉得你 这一个都做不了 不要去考虑mental math 不要去考虑那个 这个 这个是最基本的 最扎实的 你如果连这个都搞不清楚 不要做这个 什么什么 加一会儿加一会儿减 对对对 不要不要 不要搞这个 就是说但是呢 你不是说我就不讲了 也不是 好的学生 他还是需要知道的 就是说这个mental math呢 我还是会 这个东西好了 我还是会画一堂课去讲的 但是呢 我并不是说 你一个人都要给我知道这个 这一个是百分之百 一定要知道 这一个我说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六十 就行了 好的 清楚的 就可以了 很多mental math 那个加法减法 一大堆 没有 不是说不交这个东西 是你要先把这个交了 对 你先把这个交了 这个很容易了 真的 就是说如果他这个东西理清楚了 你把这些图拿走 这个是可以做了 所以这是我的第四次 四次就放给他们全部做 就是放给那个pairwork 自己去做 对 对 这个是一个整个四十分钟 就是这样的 然后pacing是很快的 所以没有人在说话的 那个老师去看过我吗 没有人都在奔笔集书 都在写的 写都写不完 我都一直在后面催啊 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 就永远你看到 那个学生都是在写的 所以pacing要快一点 你pacing漏下来了 就开始讲话了 盯着你做 来赶快 快一点 我画了什么赶快 抄也给我抄下来 赶快 抄下来 对 就是这样 你要让他的那个习惯 就拿到白板来写东西的 不是坐那儿 这干什么 坐那儿 你看我干什么 我已经写完了 你写完了吗 我的马克笔用完了 你用完了吗 麻烦你拿你的马克笔写 就这样 对 所以这个是第一 这个是 we all do了 对吧 you all do 对吧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 刚才这个做完了以后 做完了以后 我就会 拿上你的白板 我要改完 就是我要 这一块是我抓的 就是每一个都要对的 每一个都要对 每一个都要对了以后呢 当然就会有错的 对吧 现在怎么办 然后我就是对的 有我看过的小朋友 请你去找一个不一样的伙伴 去说一说 然后我就会去盯那个 没做完的 或者做错的 就到我这儿来 跟我说 我没有看过你的白板 你不可以去找朋友说的 所以请你去找 就是好的就开始 就去找朋友说了 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就去教那个叉的 因为老师觉得 没有时间去顾那个叉的嘛 所以这个时间 就是我跟那个叉的 就在这一块 就是一点点抓 那个时间出来 所以你 就是我就要保证 它的白板能够写得出来 或者怎么样 如果实在不可以 下课借我两分钟 我来帮一下 你不可能 其他的人都又 一直做完了 我一直在等你 对不对 不可能 我都跟他们讲说 下课三十秒借给我 可以吗 那我不管 我就跟他讲说 你就给我三十秒 好吧 我很快就帮你了 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然后十分钟也好 五分钟也好 我不管 对吧 反正你要先到我这来 然后好 这个这个完了以后呢 白板就收起来了 我的白板就用完了 然后就是 就是independent work了 然后呢 这一个呢 就是当然之前 你的题目是给他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 最后一个 you do independently 那是我在家弄的 这是因为给各位老师的 所以才彩色的 我的学生都用黑白的 用什么彩色的 浪费我纸 好 所以呢 白板我就收起来了 白板收起来了以后呢 现在我就要看 independent work 这个是我的independent work 这个是学生的 我随便抽了几个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题目呢 是什么 然后他要怎么写 所以这个东西呢 都是我的 我的学生做的 就是昨天做的吧 前天做的 那这里一起看一下吧 好 这里一起看一下 一起看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学生 他单独做的 你看到他的格式 跟我的格式是一样的 这是他自己做的了 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课程 然后最后面我会问一下 简单的问一下 各位老师听一下啊 简单的问一下 好 今天我们的目标 回去 第一个位置寂寞要做了 第二个跨领的减法 会做了吗 所以呢 这里呢 我就让头趴下来 三二一 头趴下来 然后三 给我三是我 很棒了 给我二是我 还可以 我明天还要练习 一是我要五老师帮一帮 所以头趴下来 我数三 二一 他给我你的手 然后 因为他也是不可以看到别人的 所以这个不存在什么自尊心的问题 他们都会给我的 如果要帮的 还是很诚实的 有二的 有一的 所以我自己心里就明白了 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数学的 四十分钟 四十五分钟的课 这个看 一般来说是说一个 然后你还要改他的数学 你要改 他的数学是对了吗 如果是对了 你要写一百分给他 这个就 对 我已经完了 我已经完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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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上网 可以上网啊 我借你的一下 里面的东西 里面的东西可以拿走 然后下午的时候 这一个是做应用题的 下午我会单独讲应用题的步骤 对 这个可以拿走 如果你要拿走的话 里面的东西可以拿走 下午拿也行 下午拿 因为我还要讲应用题下午 怎么解两部的应用题 或怎么解一部的应用题 把你们的提议给我 好 谢谢您 姚老师 你有没有 姚老师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 昨天我们给你的那个 Google 我可不可以借你的Google 有有有 有有 或者你 这样我就不用换电脑 直接用 设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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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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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